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拜登总统刚刚宣布 针对俄罗斯的能源禁令 这项禁令将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液化天然气和煤炭 拜登在白宫讲话中宣称 我们正在禁止所有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和能源的进口 这意味着美国的港口将不再接受俄罗斯石油 美国将对俄罗斯总统普廷 造成又一次强有力的打击 拜登补充说 这一决定是在与盟友密切协商后做出的 与此同时 英国今天也宣布在2022年底前 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相应产品 以进一步加强对俄国的经济制裁 预计英国将逐步调整 从美国和中东购买石油 目前英国还没有宣布 是否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13天后 法国总统马克宏 德国总理肖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举行了视频峰会 习近平在峰会中说 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 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 外界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打破沉默公开讲话 也是中国对局势最强烈的措辞 不过习近平仍然强调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 但同时表示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而对西方国家大力制裁俄罗斯 习近平表示有关制裁对全球金融、能源、交通、供应链稳定 都会造成冲击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对各方都不利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表示 中国愿意就乌克兰战争展开必要的斡旋 并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救援 这是中国首次表示 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扮演调解的角色 最新版本漫画英雄电影《蝙蝠侠》周末首映北美票房开红盘 但片中描述一名亚裔男子在地铁遭黑帮分子锁定攻击的桥段 就在社群网站引发网友批评 电影开场前10分钟出现一段情节是 一名亚裔男子在地铁遭到一群陌生人锁定并围殴 锁定蝙蝠侠及时赶到出手相救 剧情里预悉亚裔男子恐惧不已 就连看到蝙蝠侠也非常害怕 报道指出网友在推特发文批评蝙蝠侠剧情煽动仇雅情节 疫情发生后仇雅攻击案件频传之际无视亚裔民众的感受 香港今天新增28,475例新冠确诊病例160人染疫死亡 相关卫生官员指出近日感染个案已没有爆发性上升 香港第五波疫情新增确诊数于3月3日达到顶峰的5.6万例之后 已经连续四天下降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指出 香港一周前出现了爆发性上升 先是每天新增5万例之后是3万例 如今回落至2万例 他认为确诊个案停止爆发性上升 与市民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有关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